NVIDIA GTC 大會 3 月 21 日線上登場 趕快免費報名,了解最新 AI 驅使 你大家覺得運會站著滑手機嗎? 有時候遇到煞車沒有站穩,何可能就會飛出去? 日本一名網紅藤圓馬里菜,就有這樣的困擾 過去他常常在網路上分享自己發明的東西 像自動捲義大利麵叉子、必動機 自動Pokey衛食機、胸部增大機等等 還有網路載入中機 可以讓你瞬間逃離視訊尬聊的窘境 這些看起來超無用的發明,讓他爆紅 我還曾來台辦過展覽 而最近,他為了解決搭捷運滑手機的問題 也發明了一款神器 只要像這樣,把勾勾卡在捷運的置物條上 就再也不怕摔倒 有網路就說,這也太廢了吧! 但也有人贊報,這除了可以滑手機 還能夠拿來防身,簡直是偉大的發明 嗯…大家還想到哪些無用發明呢? 呃…我覺得會捲面的叉子,其實還不錯啦…